近期,中国河南、广东、黑龙江等十多个省份相继发布通知 明确不再增设新大学 有学者表示,随着中国人口下降 新出生人口减少,造成生源大幅减缩 现有的大学已经供过于求 而中国人口出生率断癌市下滑 也让奶粉业者较苦 指出去年市场销售跟价格持续探底 中共清零松绑后,公布的病亡数字一直被国际质疑 世卫组织也多次指出,数字被严重低估 1月18日,习近平通过视讯对中国农村的疫情情况表示担心 曾防疫依然处在吃劲的时候 有台湾医学专家警告,中国疫情大约4月才会达到高峰 在医疗资源缺乏下,大陆民众恐怕面对的将是一个人间烈雨 中共开放清零导致大量忍疫者死亡 就在疫情可能随着过年返乡潮转移到农村之际 中共官方突然发布为期一个月的网络整治行动 严查所谓的网络谣言,禁谈疫情和返乡见闻 而地方政府也升高戒备,像是甘肃省就发布紧急通知 指出有三名境外记者未经许可进入当地 勒令相关人士不准受访,严防死守真实疫情消息外流 具体中国新年只剩下几天的时间 西藏林芝市一个公路隧道出口发生雪崩 导致至少巴尔人遇难,失踪人员数量仍然不明 新唐人雅的电视,整理报导 休息 showers 凌 notifications 截切